美國指中國一個間諜氣球侵犯領空後 中方稱氣球是民用飛艇 因不可抗力飛入當地 美國國防部證實 氣球被美軍戰機擊落後 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 並在2月5日發布聲明稱 中方經核查後已多次告知美方 這艘飛艇進入美國 完全是意外情況 並明確要求美方以冷靜 專業、克制的方式妥善處理 而且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都表示 氣球不會對地面人員構成軍事和人身威脅 中國外交部說在這種情況下 美方執意動用武力明顯反應過度 嚴重違反國際慣例 中方將堅決維護有關企業的正當權益 同時保留作出進一步必要反應的權利